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創聯航A-House 我是主持人 Leo 這期的節目大家看到TITLE 四個大字 已舊換身 好 今次 Leo 大家就來到 珠海華發集團的其中一個樓盤裏面 大家通過這個熟悉的背景應該都知道 1號 其實已舊換身的這個政策 其實是一個國家政策 各地的地方政府企業 博之委旗下的企業 首當其衝和響應政府的政策 就開展了一系列的已舊換身 適逢在這幾年 尤其是這一兩年 房地產市場普遍低賣的情況下 已舊換身作為國家 慘有地可以刺激一手及二手樓宇 轉換和活化的有效政策 也得到很多地方政府的強烈支持 好了 首先今次 我們就在珠海最大的國企 華發集團旗下 作為背書和大家分享這次的這個政策 首先 第一個問題 什麼是已舊換身? 很簡單 顧名思義 收你的舊樓 買一間新樓 通俗欲動 第二個問題 已舊換身的誘因 和它的目的 這裏簡單總結了兩樣 第一個就是在今年630之前 這裏都出過一條片 關於國家央行的新政策 是屬於房地產行業 自己的量化寬鬆 也就是那3000億保障性住房的載貸款 有了這一筆貸款之後 積極響應的只可以是地方的國企委旗下的公司 於是華發成立了全資的子公司 叫做安居集團 全稱叫珠海安居集團 通過這個國企委旗下的子公司 通過廣東省建設銀行 向央行借了200億 這200億證明現在的話法 腹袋裡 撥滿撥滿 有一塊錢 當然借了錢回來 有成本的 利息超低1.75 那如何通過這筆錢進行活化 當然 國家有自己的要求 你必須做一些事情 去回饋我們的民生和市民 於是以舊換身的政策就猶然而生了 積極響應國家的這個政策 主要的功能和目的就是回收二手樓 進行二手樓的活化 用於建造我們保障性房屋 或者人財房 甚至乎是廉租屋 第二個目的就是可以通過這樣的支援的手段 去活化更新 並且減少我們一手樓的空置 以及是庫存量 亦都是通過這個政策 可以將老舊的小區的一些居住人口 搬遷到我們新的發展區 或者新的發展樓宇 可以令到新樓盤的改善 以及實際居住需求會更強 減少未來新樓的空置率 以上就是我認為以舊換身 兩個重要的目的 好了 講一講以舊換身的step 怎麼玩法 當然華法的依舊換身 是針對於目前可以自換你的舊樓 珠海市的舊樓 20年樓齡以內 當然 dayback回去的話 大概就是2000年後的住宅 可以進行這個支援 支援到華法 旗下目前現在的新樓盤 或者可以做以舊換身的樓盤 數起來 珠海市也有十幾個了 那麼step 首先第一步 當然你看對的樓盤 跟著你的預算 選對的樓盤 例如 選到華法玩完一號 來到現場 選對的單位 例如第四座 第三座 2004 Let's say OK 減少了之後 第二步 我們進行舊單位的資料審核 你的舊單位 包括你的房產證 網簽合同 元稅證明 政府的存量房證明等等 都可以作為初步的資料審核 遞交這些資料之後 連你的身份證 回鄉證 就可以進行初審 每個樓盤也會有以舊換身集團的 專人服侍大家 可以給一個初步的列表 給大家看看大概的市場回收價 以及參考各大平台二手買賣的平均價錢 去給一個初步價錢給大家 第三步 我們認為都想試一下 希望可不可以收回一個美價給我 OK 落一個5萬的成意金 給你看對的新單位 給你看對的新單位 這個錢是可以退的 OK 落完之後 第四步 已舊換身的集團會聯合第三方 和大家進行舊樓的實地攪拆 我們叫做相會 正式有第三方去你的單位入面 拍照、量呎、量呎等等 從而有更好的估價憑證 第五步 就是會在一個星期後 從你認酬一百星期後 將相會之後的成交價錢 整個package 提供給大家 大家可以繼續 如果你認為OK 我們就進行下一步的買賣 如果不OK 你所認酬的成意金 你的50元成意金 是會沿路返還給大家 大家並不是強買強賣 千萬不要誤會 第六步 如果接受的價錢 我們就正式進入到 一個二手買賣的流程 買賣的流程 整個過程中 大概是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而這個月的時間 主要的周轉部門 是政府的不動產登記中心 銀行以及發展商 所有的錢的交易 只會在空中 銀行或者發展商內 不會有錢可以結算出來 即是大家不可以把錢套用出來 只會點對點進行 安全快捷 好了 總共六步就完成了 我們依舊換身的step 我們第四點 就是依舊換身的要求和範圍 這裡簡單 總結了幾點 第一點 珠海市內2000年 即2000年 千禧年之後的住宅 不包括別墅 不包括廠房 不包括工商客 工商鋪 寫字樓 街鋪 不行 OK 主要是住宅 第二點 你所支援到過去的新樓裏面 你的首期 最少要給15% 最少要給15% 如果你上有額外多的錢 拿出來的話 你是最少要給30% 首期 正如可能還有大概10%的錢證 你就可以把這部分的現金 提取回到你自己的帳戶了 最少是給15-30%的首期 OK 第三點 就是我們所回收的單位的總價 控制在800萬以來 控制在800萬以來 所以大型的大平層 過千萬的住宅 未必收 未必收 第四點 可以帶壓過戶 可以帶壓過戶 如果你的舊樓是有按揭的情況之下 華法旗下的金融公司叫華金控股 可以幫大家過橋 可以幫大家提供過橋的業務 方便大家可以不需要做過多資金的周轉 好了 第五點 我們所支援的新樓 和你的舊樓的賣出價錢 我們會有大概20%的差額空間 也就是說我們不可以買一間800萬的樓 從而我們買一間300萬的新樓 其他的錢全部套現 是不行的 我們的價差只會保留在20%左右 也就是說我買一個800萬的樓 我可能要買一個600多萬的樓 至1000萬左右的樓 這個就是以舊本身簡單的一個要求 至於珠海市家目前 各大區域的樓宇 無論是金灣區、斗門區、環琴自貿區 或者鄉州區等地唐家高增區的舊樓 都列入現在目前華法集團以舊換身的政策入面 我相信在過去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有一些舊樓或者是買得認為不夠好 想要更好的朋友 現在目前都在想如何做這個支援 這次華法集團真正帶著誠意來的以舊換身 相信就可以幫到這樣的朋友 想了解更多關於華法以舊換身政策的朋友 都可以連在右上方找到LEO 和大家獲取更多的細節 亦都我們目前把握著華法第一手申請價錢的上限 我們一共會分三部價錢上會 第一手價錢通過我們 可以幫大家獲取更好的回收價 希望大家有這些要求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找到LEO和大家做更加詳盡的分析 以及了解 這期節目就簡單講到這裡 希望以舊換身的朋友 盡快連繫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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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 Ale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